国防部将斥资9000万元 设立本地首个拥有最高生物安全级别的实验室 以增强我国应对生物威胁的能力 这也将会是东南亚首个属于这个级别的实验室 与此同时 国防部会跟上2030年新加坡绿色发展蓝图步伐 从碳排放量 用水量等方面设定目标 达成甚至超越国家整体绿色目标 国防部长黄永宏医生 在国会辩论部门开支预算时透露 冠病疫情体现了我国在应对生化威胁方面的能力 国防部将汲取这次疫情的经验 斥资9000万元 把国防科技研究院现有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 提升到生物安全四级 开始从设计到建设计 然后再次确认系统 国防部也积极配合我国的绿化愿景 将成立一个可持续发展办事处 长期推动各项环保计划 确保同2030年新加坡绿色发展蓝图步伐已至 在减少碳排放量方面 所有军营和基地将在2025年前装置更多太阳能板 陆军部队的所有400辆行政车队 也将在2030年前改成电动车 为提高效率和减少人力需求 国防部和武装部队从今年5月中旬 将采取云端平台 以储存不太敏感数码服务 敏感资料也会使用云端服务 但系统将同日常资料分开来 部长也指出我国战备军人回营受训的次数 已回到疫情前水平的80% 预料今年下半年能全面恢复 空军方面 黄永宏说我国在盟友的协助下 已增加了海外飞行训练 预计今年空军在本地的飞行训练趟次 也会回落到疫情前水平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